在法国的巴黎郊区 有一家店 非常的好玩 它叫黑暗滋味餐馆 这家黑暗餐馆 跟其他餐馆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营业的时间 没有照明灯 而且是比较黑暗的 几乎看不清灯光 服务员都是经过特殊培训的盲人 在这家黑暗滋味的餐馆当中 曾经发生了一件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一对夫妻因为性格不合 他们面临的感情崩溃 在离婚之前一起要约定去吃最后一顿晚餐 他们为了避免尴尬就选择了这家黑暗滋味的餐馆 可是在用餐的时候 妻子不慎被打碎的酒瓶划破了手指 丈夫一边安慰着他 一边摸黑为即将分手的妻子匆忙地包扎伤口 当他们两个人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 妻子才发现 丈夫的一个手指在往外拼命地渗着血 原来他急急忙忙帮妻子包扎伤口的时候 自己的手指出在着玻璃杯上 不知为什么妻子突然泪流满面 紧紧地抱住了先生 有记者采访这家餐馆 为何要这么开办 老板说人只有品尝黑暗 才能真正感受到阳光的珍贵 一个人不珍惜就会失去 我们不珍惜身上的首饰 有一天会丢掉 我们不珍惜自己的父母亲 父母亲会离开我们 我们不珍惜自己的孩子 孩子会离开我们 我们不珍惜佛法 佛法也会离开我们 懂得珍惜的人才是一个智者 要懂得珍惜这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缘 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们的佛陀今天和观世音菩萨 一早就到这里来了 那是有缘万里来相会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